中央援建香港四间方舱医院 建筑物料陆续运抵香港 部分建筑物料经上类运送 负责处理通关手续的湾仔边检站西域码头表示 用作建筑方舱医院底层基座超过1万吨沙石 已经在凌晨运到香港 另有4艘再有2万3千吨 援建方舱医院的建筑物料经绿色通道快速通关 实现零等待查验 令现时离港放行 当局表示 之后将会再运送3万吨沙石支援香港 四间方舱医院选指位于青衣 前新田救物城 元朗谭美和洪水桥 预计可以提供最多1万7千个隔离单位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呼吁 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远离军队人员 并且避免随意表明身份 大使馆发布通知 说最近一段时间 乌克兰社会极端行为增加 出言不信 甚至磁冲射击 对中国公民造成危险 大使馆呼吁在当地的中国公民 应该避免发生争执 努力以友好方式解决问题 尽量不要外出 远离军事设施 军队和磁冲人员 又提醒不要拍摄交火的场面 随意表明身份 以及展示具有识别性的标识 大使馆说 目前有大约6千个中国公民在乌克兰 不少是留学生 只要飞行条件安全 将会第一时间安排包机接回国 中央排出多个专家组支援本港抗疫 在北京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 国家卫健委说 中央将会继续全力支持香港抗疫 全国人民都十分关心香港的疫情 疫情发生以来 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疫情防控工作 内地援助的八间方舱医院 正在紧螺密鼓的建设 此外 在内地的其他新冠肺炎防治专家 顾客难危机触发的逃亡潮扩大 联合国估计局势如果持续恶化的话 可能会有多达五百万乌克兰人逃亡海外 有滞留在当地的香港人就说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和本港入境处 已经联络了他 正在等待中国派包机安排撤走 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玉夫 市中深星期五再次响起防空警暴 民众走到停车场等的安全地方站备 随着局势升级 乌克兰各地都设立避难中心 但也有数以万计的民众选择逃亡海外 主要包括波兰 斯洛佛克 以及罗马尼亚等轮近五个国家 英国广播公司报导 波兰过去两天一共接收超过五万名难民 罗马尼亚截至星期五的二十四个钟头之内 也都接收了过万人 当局踏起临时帐篷给难民战备 联合国估计 至今最少已经有十万个乌克兰人逃亡海外 如果局势持续恶化 人数可能多达五百万人 而目前仍然有六千几个中国公民滞留乌克兰 中国驻乌大使馆再次提醒中国公民 尽量不要按出活动 远离军队人员 以及不要随意表明身份 有滞留乌克兰的港人说 已经收到使馆和本港入境处的联络 中国驻乌克兰人员 中国驻乌大使馆说 当前乌克兰领空处于封闭状态 多个机场被炸或关闭 一旦飞行条件能够确保安全 将会第一时间接中国公民回家 无线电视记者周志玲不投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工作 未来要推广当代中国人权观 中共中央政治局星期五召开集体学习 习近平主持并且发表讲话 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 自十八大以来坚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工作 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为人权事业打下物质基础取得历史性成就 在应对新冠疫情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又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保持社会长期稳定 习近平说 中国的人权发展道路有六项特征 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符合国情 据社会主义性质 和保障民主权利等等 强调中国将会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 也都已经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 作出中国贡献提供中国方案 未来国内要针对青少年教育 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 当代中国人权观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培养一批理论扎实 学术征扎 熟悉国际规则 会讲中国人权故事的 高端人权专家队伍 习近平强调 评价一个国家是不是有人权 不可以以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 更加不可以双重标准 甚至将人权当作干涉抛国内政的政治工具 无线电视记者陈树仪报导 北京东残澳将会在下星期五开幕 多个场馆陆续增设无障碍设施 而三个赛区的东残澳村正式开村 被各个代表队入住 距离北京东残澳开幕 只剩下不够七天 各个场馆陆续完成改装 而位于北京 延庆和张家口三个赛区的东残澳村 已经在星期五开村 被4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住 首批入住的包括中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团 其中是张家口赛区将会迎接 七百多名运动员和徐队官员入住 而在区内 运动员专用的公共交通系统 已经完成改造并且开始运行 班次将会尽量配合运动员的训练 和比赛安排 将会有八面金排弹 新的云顶滑雪公园 管理团队说部分改造工作 早在冬奥期间已经完成 除了特别调整路线 赛区的安检站前面 也设有多条斜坡通道 最阔的有1.8米 可以同时容纳两部轮椅进出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儿报道 国家卫健委表示 中央将会全力支援香港抗疫工作 又形容内地专家组 与香港沟通畅信 中央缓建香港的多间方舱医院 建筑物料陆续运抵香港 由住北京记者梁卓恩报道 香港第五波疫情 确诊病例连日创新高 中央先后派出多个专家组支援 国家卫健委说 专家组已经与港府 以及医护人员进行交流 强调将会全力支持香港抗疫 全国人民都十分关心香港的疫情 当前香港疫情正处于快速扩散和加速上升期 中央政府将继续全力支持香港的疫情防控 内地专家将继续与香港同行 力确合作努力做好抗疫防疫工作 国家卫健委又说 内地其他疫情防治专家 每日都会和援港专家组视像对话 又形容专家组在香港方面的沟通场上 吴良友说中央援助兴建的八间方舱医院 正是密罗紧固进行 其中部分建筑物料经水路运输 负责处理通关手续的湾仔边检站西域码头说 用作建造方舱医院底层基座的超过一万吨沙石 已经在星期六凌晨混底 另外四艘载有一共二万三千吨建材的船 经绿式通道快速通关 实现查验零等待 令现时离港放行 当局说之后将会再运送三万吨沙石来港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梁卓因报道